这段我们要来问的是亚东医院精神科主任潘亦如潘主任 主任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主任 大家好 主任 就今天要聊那个假性失智 像我自己家里的长辈有一位有失智症 那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失智症不可逆 可是假性失智就不等于是失智症 对是这样子 大家有听过假性近视吧 有 那假性近视呢就还没有近视 那也是有一些可以矫正的方式 那假性失智也是这样 可是假性失智 它是真的有一些失智症的现象 就是它的症状呢会让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已经失智了 这样子 例如说记忆力不好啊 好像跟他讲什么他都有听没有近啊 那就会觉得说怎么办长辈是不是已经失智了 因为他记忆力不好啊忘东忘西等等 就会有这种感觉他是失智症了 但是其实他是假性失智 所以他是暂时的吗 应该这样说 我们可以讲讲看假性失智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我们的长辈得到了忧郁症 或者是心里都不足的 就我们说有一点点焦虑紧张 这一阵子状况会很明显哦 所以他跟忧郁或者是这方面情绪是有关系的 对是这样 大家比较不熟悉 也不知道说你得了忧郁症 其实你会觉得记忆力也不好 所以的确假性失智最主要指的就是 他有我们说情绪方面的困扰 得到忧郁症 很紧张的怀怒 我们说焦虑症 这两种都是我们最常产生假性失智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如果我知道是说那个失智症的时候我们去看门诊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测试 那假性失智这个我们应该是 就是我怎么去去个家里的长辈或者是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只要注意到说 真正的失智症 记忆力的不好是渐进性的 渐进性的 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年过年之后突然失智了 但我听到好多都在过年之后怎么记忆力就很不好啊 这阵子都怎么样 其实真正的一般常见的失智症 他都是渐进性的哦 过去的一两年渐渐的越来越记性不好 一个缓慢的病程 这才是真正的失智症哦 但是假性失智症经常是在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这个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那大家可以知道这是假性失智症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反而这种突然的变化 会让家属觉得更加的奇特 他们往往因为这样的带过来看诊 那除了假性失智症 还有另外一种也会突然间记性不好的 我们叫做沾望症 沾望 对但是沾望症 大家也大概也要听过 就是慢慢就会有这个概念了 沾望症通常都是我们的长辈 例如说突然间跌倒啊 补折啊 得到新冠肺炎啊 去住院 通常在这种特别身体有点点不好的情况之下 后来身体好转 出院之后就发现 怎么好像失智一样 记性不好 这个通常都是沾望症 是因为身体的状况还没有护人 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调理 之后会逐渐康复 这叫沾望症 这个记性也不好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看看 好像家里发生很多事情 例如说你家人之间有人生病啊 有一些财产的问题啊 然后钱啊 或者是长辈到处有点身体不舒服 导致他觉得心情不太好等等 那这个原因他通常会合并 你看他整天有点愁眉苦脸啊 不太爱讲话啊 或者有时候脾气变得暴躁 但是记性也不好 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假性失智 我们说是忧郁或情绪问题引起的失智症 另外一种是过去的一两年 慢慢的记性越来越不好 那个是真正的失智症的病程 那像沾望 沾望我大概有遇到过 因为我母亲的时候住院嘛 他把我太太当成是他同学 但是后来如果说身体的状况渐渐复远 通常他就会比较回复清楚 有有有后来就回来 这是沾望症 可是我就好奇说 像沾望后有可能会变成真正的失智吗 还是不一定 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持续不好 反复的住院 然后状况没有改善 那他的确也会有加重 就未来真的没有恢复 那那个是取决在这个身体的症状 就是他身体原本的问题 例如是营养 例如是他反复的肺炎等等 越来越虚弱 最后卧床了 那的确认知功能也会退化 最后就是变成失智症 就会变成 会加重 就是有可能 他有可能 如果没有把他的 取决在身体的状况 是不是反复发生 例如我们刚身体的状况 指的可能有些人是肺炎 那有些人可能是我不知道 就是肾脏功能不好 反复的有哪里发炎等等感染 那这样反复的 整个状况都没有好转 就他身体急剧的恶化 最后认知功能的确也会比较不好 那就是可能渐渐的走向 失智的这个过程 这是也有可能的 所以重点就是 这个假设是因为身体疾病产生的 专忘一定要好好治疗身体的疾病 让他稳定 这很简单 那如果是因为忧郁焦虑 引起的假性失智 你都发现他 专注力不好 那这个忧郁焦虑铁定是蛮厉害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治疗 治疗好了 也比较不会走向失智的 我这条路 所以可以那么讲吗 如果是因为情绪忧郁 而产生的这种假性失智 如果我在源头这边不解决的话 那个假性失智会变成真的失智 不会啊 就是把你的忧郁好好治疗好 你指的应该就是治疗好忧郁吧 还是说他的财务困难 因为财务困难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解决 人头要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虽然遇到困难 但不一定要忧郁嘛 所以我们人生都会有困难 那把忧郁要治疗好 就不会失智 也跟大家分享 失智的几大危险因子 有时候跟大家都想的都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吃安眠药会失智 对不对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已而传而哦 就是说 那个证据啊 并不严谨 有点是 我们说是只是一个相关性而已 那并不是真的吃安眠药导致失智哦 真正会导致失智的危险因子 其实包括了忧郁症 常年的忧郁症 未来比较容易变成失智症 这是真的哦 另外就是所谓的三高 例如你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的慢性疾病 如果没有好好控制 未来也容易病发一个失智症 然后再来当然就是遗传因子 如果你的家族史 例如说你家中的长辈也有失智的倾向 如果这样的情况 那你自己要很认真的建脑 保障保护自己的头脑 那也有几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比较避免 或者是保护我们的头脑 比较不会失智 除了控制好三高 心情不要忧郁以外 我们也要注意营养 注意营养是指哪方面吗 比较多的文献都告诉我们 所谓的地中海行饮食 它会有帮助 但地中海行饮食 不知道东豪哥有没有稍微听说 我的印象就是 那个这个沙拉 然后橄榄油 橄榄油 然后我太太有时候逼我 每天早上要吃一茶匙的橄榄油 那这样子不知道你觉得 会不会感觉很难下眼 还好啦 因为可以直接吃的橄榄油 品质都还蛮好的 那就好 是大家都在说这个其实主要是地中海行饮食啊 有类似抗氧化的作用 那另外就是它也着重视良好的蛋白质 那因此呢 我觉得长辈们不一定能够适应所谓地中海行饮食 反而是我们就是截取它的精神了 例如说不同颜色的蔬果 不同颜色的蔬果 有时候的确也可以试试看橄榄油等等 那另外就是适度的鱼肉 这类的蛋白质补充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鱼油 就是我们补充一点 我们说保健食品 鱼油也有帮助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每日健走 健走 对 就是他们有说研究显示 你的这个走路的步数 你的运动能够持续啊 的人 就是说每天走很远的人 也会比较健老 比较会愈发失智 所以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个健走 这个很实际 不过他讲的那个我觉得好远 因为他其实那个证据讲的是15公里 15公里大概很难 但是的确就是有他们追踪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人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失智的倾向 我想他是告诉我们要更活跃的生活 因为通常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一天一万步 那你已经不错了 我没有 要达成一万步就有喝橄榄油 我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因为橄榄油是因为一起床 然后鱼油是一起床就可以 就可以做的事情 两个都有就有好好的那个保健头脑 因为我怕失智 你说什么 你怕失智 我怕失智 我觉得怕失智是人之常情 因为真的失智会感觉 有些很重要的记忆都离自己而去 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对 这个部分 所以我太太每天都要问我说 你爱我吗 那这样子 这个跟失智会有关系吗 怕失智的吗 但是确定我每天都会回答 那这样子不错 因为一种感情的交流 应该不止不会失智 也会减少假性失智的可能性 然后每天都要宣誓效忠 你应该不会啦 看起来有这么好的太太 而且每天都有让你动一动头脑 一定会非常棒 那也有人说 其实学习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断的都有在学习新的事物 因为大脑我们知道说它被开发的使用到 其实大脑的脑区非常的多 那我们平时会用到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没用到 可以这样说我们有点浪费我们的大脑 所以有时候就算我们大脑已经在病理上已经萎缩 可是如果你持续的都有在开发 在使用的话 可能你的功能在别人看起来还是非常棒 虽然假设你一百岁的人锐 可是你一直都是学习新的事物 包括学习新的语言 甚至常常做数学 经常动动脑等等 那这种情况之下 说不定你的大脑照起来已经萎缩了 可是你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睿智 所以我们说开发 我们说大脑一些神秘的脑区 也是我们一个不错的顾脑的方式 主任 像国外他们 像欧美他们都会有 长辈他们会喜欢玩那个填字游戏吗 那个就是一个开发大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任何的游戏都不错 像我们自己国内的文献也有说 蛮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长辈们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怀旧治疗 就是跟大家谈谈以前过去的事情等等 让他去熟悉的环境以外 还有人做公文式数学 公文式数学 对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 公文式数学 那简而言之后 就是让他们去算数学 竟然长辈也说有用 也会让他们的这个 所以不止填字游戏 就算是给他算数学 那也非常的好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 有看到已经达到中度失智的长者 他很多的记忆力这方面都不行 但是我问他数学 好像很久没有人问他 然后他仔细很认真的作答之后 后来越来越顺 发现他的数学能力依然维持 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 然后之后他的孩子就每天都让他练习数学 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 好像他的活跃性 他的自信心 然后跟头脑的灵活度 都慢慢的有进步 然后也有人会说 我们来就是像小组吧 就是我们有一些长者 大家也来讲讲自己的什么生活日记 甚至练习 写一点点简单的作文 其实任何会用到头脑的 那也很多人说打麻将啊 的确这样的小游戏都会有帮助的 这个倒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自己最怕的就是 有的时候长辈他们那个失智症 他有时候会这么一个时候 会忽然间就掉下去 那如果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应该会蛮不错的 长辈其实得到失智症啊 一般后他慢慢的 记忆力有点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假设已经诊断为失智症的话 那他会符合不同种类的 认知促进剂 也就是药物治疗 一般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疗效 可以让他尽量的维持 再不要退化的太快 甚至就是功能在刚开始吃的时候 还会觉得略有进步 那除了吃药以外呢 药物的副作用也是蛮小的 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那但是除了吃药以外啊 我个人认为要运用 现在的一些长照的资源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在社区当中 都有一些我们长辈 可以去参加的活动 那有一些呢 是带着长辈做运动 有些是带着长辈做活动 所以这个东西都会有帮助 就好像上课一样 有后来后来我觉得那个日照中心 真的帮助还蛮大的 对其实是 而且长辈一开始 往往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不适应 他可能会说 不要去啦 对 可是一旦去了之后 又变成养成习惯 是 养成习惯之后就非去不可 所以大家一定要经过 挺住这个症痛期 然后长辈真的能去之后 你会觉得 好像生活真的 好像那个阴霾啊 就是好像波云见日啊 就是好像又得到一个曙光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快乐 比较乐观 是 因为日照中心后来对我们家里长辈的就是他会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然后对我们对我们小孩子来讲 就是说白天他有个地方去在我们我们自己在照顾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间上就不担也会比较小就就比较不会绑那么实 蛮实用的 然后现在除了但有一些长辈他没有说那么幸运家里有这么多家人在协助 然后也没有请例如说看护啊或者是外籍看护等等都没有的话 现在这样居服员也是有到家去跟长辈聊聊天 协助他处理一些家庭需要的所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良好的政策 然后这个真的像日照跟居服员这两个措施对我们 因为我们五年级嘛刚好是三明治 那个非常的实际 我生活品质也变好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日照中心我觉得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措施 主任今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 不会也谢谢你们